9月12日 美国政府对谷歌垄断搜索 及搜索广告业的民事诉讼案 在华盛顿开始庭审 美司法部指控 为保持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默认搜索引擎地位 谷歌一年斥资超过100亿美元 和苹果等企业签署排他性协议 司法部律师指出 至少2010年来 谷歌就形成垄断地位 如今控制89%以上的互联网搜索市场 过去12年 谷歌将默认搜索的协议作为武器 阻止竞争对手 并通过组织苹果寻求比谷歌更好的电脑 手机等设备搜索选择 在搜索市场发挥威力 谷歌律师辩称 谷歌成为头号搜索引擎是因为相比对手 用户更青睐谷歌 如果谷歌败诉 理论上法官可以下令分拆谷歌 但法律业的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更有可能是对谷歌开展业务的方式施加新的限制 美国FDA9月11日批准了莫德纳和辉瑞的更新新冠疫苗加强针用于12岁及以上人群 并紧急授权用于6个月至11岁人群 更新决定后 原来的二架的莫德纳疫苗和辉瑞疫苗不再被授权使用 更新的疫苗可以应对XB1.5奥密克荣亚变种和其他正在流传的密切相关毒株 两家疫苗制造商军表示 测试表明他们的疫苗对美国目前的主要毒株一剂无有效 FDA批准后还需要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讨论更新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并提出使用建议 之后如果CDC主任签署批准后 疫苗就可以正式推出 从宾州切斯特郡监狱逃脱近两周的杀人犯卡瓦坎特 9月11日晚闯入一处民宅 屋主开枪自卫 但卡瓦坎特借得一把步枪后逃逸 警方提醒民众此人极其危险 紧急呼吁大家不要出门 发现其行踪要立即报警 避免正面交手 包括宾州警察 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的约500名执法人员扩大了搜捕行动 警犬、直升机等在内的各种单位都在协助进行搜索 苹果公司9月3日发布了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 iPhone 15的尺寸与去年基础款相同 有6.1英寸和6.7英寸这两个规格 但增加了磨砂玻璃被盖 更高分辨率的后置摄像头 A16处理器和灵动导提醒等功能 增加了新颜色 包括浅蓝和黄色 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最大的变化是后置摄像头系统 将1200万像素主摄像头的分辨率提高到4800万像素 转接器换成了USB-C接口 iPhone 15系列手机还包括一个新芯片 苹果表示 其将改善查找功能的位置跟踪和其他任务完成质量 此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通过通讯卫星呼叫的路边援助功能 并提供两年的免费服务 智能手表方面 Apple Watch S9如约而至 新一代手表的表壳和表带材质都采用了可再生材质 成为第一代碳中和的苹果产品 这次有粉色和蓝色新配色 配置搭载S9芯片 GPU提升30% 带来更流畅的运动动画 在交互体验上 带来全新双指护点手势操作 当你来电接听 关闭闹钟等操作的时候 都可以通过双指护点进行操作 这项功能将于10月上市 Apple Watch 9 GPS版本起售价399美元 在利比亚东部地中海沿岸登陆的飓风丹尼尔引发洪水 并造成两座大坝坍塌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卫生部9月12日说 目前飓风已在利比亚东部德尔纳市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 另有约5000人失踪 来自利比亚各地的应急救援队陆续抵达德尔纳市 当地政府当天派出一架载有14吨医疗物品和数十名医疗人员的飞机前往东部城市搬加西 以帮助东部地区开展救援 利比亚总统委员会主席曼菲11日呼吁国际社会向上述灾区提供援助